1933年7月 一位猎人在南投物社大山深处 发现一具尸体 头部有子弹穿过的弹洞 身边有一处袖极斑斑的 三八式步枪 它是莫娜鲁道 日本人搜寻它的下落 已经三年 莫娜鲁道这个人 他15岁就已经裂过人头 就我听到我知道的时候 他是一个非常慷慨 然后很有豪气的一个人 是一个很会征战的 雾社 因成婚时 都被雾气缭绕而得名 还拔一千多公尺以上的山岗上 居住着赛德克人的 十余个部落 日本统治台湾已经三十几年 赛德克族莫娜鲁道这个部落 已经被日本人列为魔幻部落 日本对台湾原住民有几个手段 一个是围剿 用武力去围剿你 到1915年左右 原住民也慢慢的 等于是被日本军事镇压 给压制住了 武力镇压的同时是推行教化 他用教化 比如说安排你到日本去参观 去看看日本的实力是怎么样 比如说他们的部队 或者他们的寿司等等 你看我们多强 所以你应该是服从我们 讲简单一点 他是向他们示威 有很多的头目 确实就反抗日本的那种雄心装置就消失了 真的害怕 莫娜鲁道去过日本 见识了日本帝国的强大 但他并不害怕 日本政府来了 要管制他们没办法种小米 也不能打类 不能支部这样 又每天医务劳动 别木板 别木朵 也没有一点工钱给我们 要服劳役 医务劳动 比如说盖学校 盖宿售 那你知道有很多交通是很不发达的 特别那个海拔 大概两三千公尺能到这样一个部落 这个对原住民来讲是相当辛苦的 后腾兴平 第三任明镇长官 他创立了日据时期台湾的远景政治 以强化地方治安 远景的势力渗入民间 无孔不入 以至于令人恐惧到 袒虎色变的程度 刀火线终于被点燃 马赫泼社正举行一场婚宴 日本远景吉村客戟 路过 出于礼节 莫娜鲁道的儿子塔达欧莫娜向他敬酒 吉村讨厌那个不洁的宴席 而强力拒绝 并且以警棍击打塔达欧莫娜的手 双方由此发生斗殴 第二天 塔达欧莫娜遭逮捕 被严刑拷打 新仇旧恨 忍无可忍 莫娜鲁道决定起事 物色事件 这是为了争这个自由 他们追求是灵魂上的自由 一群男人 一群女人一起求死 1930年10月27日 物色公学校举行联合运动会 利用这个时机 莫娜鲁道率领物色六个部落 发动起义 他们冲进运动会的会场 139个日本人被杀死 对日本来讲 卷子是擒天皮 他们认为魔幻的部落 还会发生这么大规模的一个 针对日本人的起立 两天后 总督府调集日本正规军 和远警部队2500人 开进了物赦 木纳鲁道率领物赦 一千多名男女老幼 在这片深山密林间 与日军血战一个多月 装备精良的日军 动用了飞机 山炮 甚至包括国际公约严禁使用的 腐烂性毒气弹 在男人们即将弹尽粮绝的时候 妇女们以赛德克女性的方式 做出她们的抵抗 那些妇女 她们为了要让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丈夫能够勇敢地去战斗 她们选择集体致敬 老人 妇女 全部都自己吊死 一棵树 像果子一样满满的都是吊死 部落之间的矛盾被煽动起来 发给武器重金悬赏 让兄弟去打自己的兄弟 最惨烈的就是骨肉香肠 看 四个岁有老人小孩子都有 这个日本人带我们自己的兄弟 杀我们自己的兄弟 一百零一鬼人头 一百零一鬼人头排成一堆 后面就是警察 旁边的一些原住民 就是被日本胁迫去杀回来的 这是在人类发生史里面 是相当残忍的 莫娜鲁道也选择了死亡 她走入大山深处 在断崖一瘸壁上 引淡自尽 四十二年后 西元一九七三年 莫娜鲁道的尸骸 隆重归葬于悟舍 悟舍抗日死难者 有四百多具遗骨也安葬在这里 这群英生的尊严 无法得以满足 而被迫高贵赴死的人们 没有留下名字 他们却有个共同的称谓 赛德克巴莱 赛德克他们认为 巴莱是真正的 赛德克巴莱 就是真正的人 从1895年起始的五十年间 在台湾遭日本杀害的反抗者 和平民百姓难以计数 他们和莫娜鲁道一样 化成了台湾的泥土和山川 他们的避险阴风 庇佑着台湾的大地苍生 春愁南浅墙看山 往事惊心泪雨山 四百万人同一哭 去年今日割台湾 马关条约签订一周年的日子 身处广东郊岭的秋冯甲 写下了这首《春愁》 西渡返乡后的秋冯甲 念念不忘台湾 他将书房取名为念台经社 将儿子秋冯甲 他病逝于家乡 最后的遗言是 藏须向南 无不忘台湾也 一大批台湾士生陆续西渡 台湾最大的两个家族 板桥林维园和悟风林潮洞 先后举家回到厦门 在古浪雨上重建家园 那么剩下这些老百姓 包括我的家人在里面 那就是带宰的羔羊一样 所以我们家整个的马片 北日本人 以一块钱吧 就是象征性的把它征收了 我们七代七房的这个族人 那么就散去到台南附近各地 我们的根 被日本人就这样子 就等于是除掉了 我的祖父他曾经讲过说是 身为炎黄的华咒 而为他主席建议 这个是气血追星 连雅唐决心以一己之力 为台湾书写一部历史 他费尽心力 但系握笔 以十年时间完成了史学巨著 台湾通识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主要的 还有一个看法 那就是民族的大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